平時Hocker都是有點重的 這一種雖然貌似Hocker的款式 但是它是一種很輕身的 它叫Murl Yo,大家好,我是自拍豪 最近戶外風還是很盛行 還衍生了一些group core 的東西出來 都是一些戶外風、機能風的一些變咒 所以導致,例如Hocker、Solomon 這些戶外風的一些鞋款 都是持續地受到大家的注意 我相信大家的家應該都收了很多這些牌子的東西 但是我最近發現有一個牌子 其實它都有一些戶外風的一些運動鞋 大家可能會忽視它 但是我覺得其實都頗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立刻開箱告訴你 到底要說些什麼 Murl Agility Peak 5 沒錯,已經是第五代了 事不宜遲 立刻開箱 好,立刻來了 開箱之前記得 記得 記得CLS、留言和分享 按住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我有新開箱片 你就第一時間知道 如果我想大大力支持發話 這裏有Payme 那裏都有Superfans 自己攪拌它 今天立刻開箱這一隊 Murl Agility Peak 5 沒錯 大家看到它的樣子 應該會覺得它好像 爲什麽熟口熟面而贏 是否有點像Hawker 對,其實有點像Hawker的Kahatu 那類 我自己本身也挺喜歡那類的款式 所以我也有留意一下 例如Murl推出了類似的款式 但這個配色我都頗特別 所以就拿了回來和大家說一下 除了平時穿的戶外款 例如Hawker、Sulliman 之前我介紹過Norda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可以選擇 這對是Agility Peak 5 我覺得頗漂亮 因為它這次推出了 都是戶外色系 有黑色 有泥色 泥色這顏色配得頗漂亮 由淺到深 淺、中、深 這幾個顏色 我覺得都是幾百搭的一些款式 它 平時Hawker 都是有點重的 這一種雖然貌似Hawker 這個款式 但是 它是一種很輕身的 它叫Murl 它還要是 我都頗喜歡的Glotex版本 因為 香港都經常下雨 冬天是下得少些 但是都會有的 所以我都會很想買一些鞋子防水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髒 所以 這些配色 還要防水的話 我都會首要考慮 這款鞋子 和很多其他牌子的一些 行山鞋 其實大致上 功能性都差不多 它也是 剛才提及過 Glotex的防水塗層 鞋頭都會有一些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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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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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有什麼功能? 這裡有一個魔術貼的位置 撕出來 這條舌是貼什麼的呢? 因為以前玩山有一種東西 就是可以套住你的鞋面 就是一個防沙的一個套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可以讓它貼在這裡不動呢? 我猜的,不肯定 鞋瀉了一個挺有趣的位置 這裡也有一個象徵的抽繩 我暫時也不知道它有什麼用 但是看上去是很特別的一個設計 中底 按下去也挺舒服的 其實鞋底是挺厚的 有些類似 平時Hocker 都是出名厚底的 這對看上去不像它那麼厚 但是穿上去的感覺也有那麼厚 所以有沒有足夠回彈力呢? 按下去好像可以 一會兒試著給大家看看 大底 都是Fibram的Meta Grip 應該都是有保證的 我這樣摸上去 它的大底還要是比較軟 很怕那些大底的位置 因為這些牙齒是比較硬的 所以會比較滑 這一種呢 比較軟 所以咬地力 防線能力 應該都不錯的 說到尾 為什麼會入手這雙鞋 因為它是會Live 這個沙漠色 我覺得是挺好襯衫 不錯 穿上腳給大家看看 這對Murial Agility Peak 5 穿上去的感覺 比想像中舒服很多 這個竹弓位 是有足夠的承托力 本身我都有少少扁平竹 所以穿上去 感覺可以承托著這個竹弓位 挺舒服 因為它有很多朋友都有留言 和我說 其實它有扁平竹 和曾經都有一個筋膜炎 所以這個鞋型 這個竹弓的承托都很重要 這類型 譬如之前穿Hocker Solomon 感覺都沒有這個竹弓位的承托力那麼好 而且這雙鞋的感覺都挺厚的 穿上去比想像中高 踩上去的感覺是舒服 不錯 略嫌是有少少不夠軟身 但是反而那個回彈力是幾足夠的 做運動應該都不差 慘了,越來越喜歡這雙鞋 看上去 因為它這個沙漠色 由淺色去到中間去到深色 很帥仔 旁邊看,對不對 不用經常穿Hocker這個門 都穿了很多Hocker 穿了一陣子 穿了一陣子 玩一下這些款式都不錯 大家怎麼看呢 這雙鞋 Augility Peak 5 尺寸怎樣選擇呢 它都是穿原馬OK 我平時穿UX9 Muriel 其實很多鞋款都會有尺寸出入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雙鞋賣自己的原馬OK 我平時穿Hocker都是穿9號 這雙鞋都是US9 就OK 沒問題 好,今天就這麼多 記得告訴我朋友 今天自拍號 是說這一雙 Muriel 看起來是不是很像Hocker 其實 它是一雙Hocker 成收輪魂的東西 我覺得 但是這個顏色 是它很獨特的一個 沙漠色 挺帥仔 有一點漸變 不錯 它是Muriel Agility Peak 5 GTX版本 就這樣 下次見 Bye